今天上海市通报了627莲花河畔警院 在建楼房倾倒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6名责任人和3家责任单位被处理 经查时开发商股东中并无国家机关公务员 而原7号楼用地或将增建为公共绿地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供对6家单位进行了处罚 其中开发商梅都房地产公司 总包单位重新建筑公司 和监理单位光企监理公司 均被吊销资质证书 另外梅都和重新均被处以 法定最高限额50万元罚款 土方开挖单位索图轻运公司 和机坑维护及装机工程施工单位 盛腾基础公司 分别被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 相关责任人6人被刑事拘留 7人被取保候审 闽航区副区长廉政华和梅隆镇镇长施宝奇 副镇长周亮等公职人员 应付领导责任 分别被给予行政警告 行政既过 行政既大过处分 现在实际股东18名 经查实都不是国家机关公务员 闽航区委已认定 去竟得政长助力任命无效 对事故调查中发现的 去竟得是些违法违纪违规线索 有关部门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梅隆镇党委书记蔡建宗 超越权限 违规提名 去竟得 担任政长助理已被停止检查 继续组织调查 对于事故的善后处理 拟在原7号楼用地范围增建 公共配套设施或公共绿地 同时小区内另外10栋楼房的安全检测工作 也将随即展开 未经许可不可辞建